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3年6月27日 今天是星期二 來到星期二的晚上 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們要跟大家 講講香港的最新情況 這幾天一定是國際局勢 還有環球經濟 各方面 全球最關注 也是俄羅斯 我們 也會再跟大家繼續詳細分析 整件事 似乎 還沒有完全停止的跡象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我們之後會跟大家慢慢詳細分析 最簡單 就算是三國裏面 叫做東漢末年 最初 大家應該還記得 由董卓開始 每一次 平定了 動亂 之後也跟你說沒事啦 沒事啦 其實 叫做 有大量的暗湧 所以我們待會 跟大家再詳細分析 這節要講講 香港經濟話題 香港是有最新的數字 是香港的出口 還有是入口 從各方面看 香港的實體經濟 在說出口 和入口 現在已經不是在說 金融和地產 金融和地產 跌到媽媽也不認得 已經是事實 實體經濟 更加是大禍 香港本身 說得難聽一點 本身就是一個不務正業的地方 只有金融和地產 從來沒有發展 其他產業 香港其實 是一個 轉口港來的 但是現在連轉口港的地位 隨時不保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 繼續支持 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支持本台的方式 希望經濟能力許可的聽眾和支持者 繼續支持我們廣播 我們是黃色媒體 我們是反共媒體 希望大家記得繼續支持 好 我們也有免費模式 所以大家記得用免費模式幫我們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發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好 也請大家 安裝了Pi Network的 記得按閃電鍵 回來研究香港問題 香港 無論國際發生任何事情 無論國際發生任何事情 基本上 對香港來說 從來都不是好消息 沒有辦法 注定了是事實 根德這個邪惡軸心 根德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根德這個俄爹 預算了 是這樣的情況 跟全世界脫軌 好 俄羅斯 也出事 香港可以對外做生意的 越來越少 因為全世界當香港 是中國大陸 美國也大大力在搞 要把香港 的本地標籤 剔走 要把香港 變回 跟中國大陸是一模一樣 香港一班積極分子 繼續出來覺得 自己可以跟美國對抗 最好笑的是甚麼 是五毛的故事 這次 普利哥津 俄羅斯 的兵變 他們 連普京自己 都說 背後是美國策動 如果美國有這樣的能力 連俄爹 中原一次服 又中第二次服 每次都關美國事 憑你 香港 這一班 嘴巴就很厲害 的戰狼分子 網上戰狼 憑這班網上戰狼 你怎麼對付美國呢 我們又很有興趣知道 所以這一班 已經淪為徹底 跟胡錫進一樣 叫做 環球時報 一味只有叫字 看看 香港最新數字 這個是政府統計處 的數字 我們不是說要全部相信政府的數字 不過暫時 都沒有去到要大規模造假 到了要大規模造假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跟大家揭露 其實是有機會發生的 當 中國大陸再進一步崩潰的時候 中國大陸又有移動的時候 當他們正式 要抽乾香港的庫房 我們也要補充 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 中國大陸現在這一刻 還未抽乾香港的庫房 但是 就徹底控制着每一件事 當他們要按錢的時候 就會一次過進行 可能 是迅雷不及掩耳 到 那天要發生的時候 可能是一剎那 所以這裡真的再提多一次大家 你 多不得閒也好 香港沒有什麼不得閒的 請一個星期假 坐飛機 去英美澳加 英國最簡單 因為你拿著BNO 只要 在當地找一個 地址出來 找朋友 親戚 你可以開到銀行戶口 因為這裡有大量的網上銀行 把錢 對著英鎊或美金 可能比較安全一點 可以把大部分的錢 可以不是全部的 你可以把大部分的錢 放在 安全的地方 避免 香港一旦 發生 重大變化的時候 可能是一剎那 大家看看華格納集團 的兵變 正好說明在一起 假如 當日 繼續進軍 就是在24小時之內 政權更提 很短時間而已 我覺得中國大陸 要對香港動手 按錢的時候 可能也是在24小時之內 到時 絕對 是不會有時間 讓你再走 我們回來講講這個數字 香港 的出口到了5月份 又跌了15% 這個累積已經相當之厲害了 因為上個月又說跌了10% 這個月又再跌了15% 不單是出口下跌了15% 連進口 都下跌了16% 換句話說香港 作為一個進出口 的貿易自由港 進出口也大幅下跌 香港 金融 地產 沒得搞 連進出口生意 都開始大跌 香港其實現在幾乎已經 是可以斷定 是無論如何 都不會有運行 直至中共 解體為止 有甚麼情況會有變化呢 其實我真的想不到 但是我儘管 幫藍絲再想想 跟全世界不做生意啦 俄羅斯又不行啦 你想一下 經常要出來電視求救的 請問有多正常 你有沒有看到 習近平 過兩天又要出來發表全國講話 叫救命 要平亂 你想一下也知道 亂到七彩 覺得沒事的 簡直叫做掩耳道靈 我爹靠不住了 你又跟全世界徹底敵對 天天罵美國 要趕走Google 停止Google服務 所有的東西 包括手機 Android系統全部 要跟全世界為敵 進口下跌 金融沒有得做 全世界不再相信你這個地方 法治沒有了 樓市崩潰 中國大陸 一箱又一箱的人民幣 去了新加坡 我真的想不到 如果你要經濟好 那你一定要有 錢的來源 才可以 錢從哪裏來呢 要是中方 要是西方 其他一邊 西方現在基本上 都肯定沒有了 那麼中方的錢又如何呢 我們一而再 再而三 跟大家揭露中國大陸的情況 中國大陸 現在在說一線城市 樓價都快要崩潰了 整個樓市都快要崩潰了 問題其實真的很簡單 錢又不在中方來 又不在西方來 那從哪裏來 南方來 北方來 北方就是中方 南方是甚麼來的 香港的南面是海 沒有東西的 我真的很想問 生錢 又或者投資叫做smart money 生錢不到 有甚麼可能會有經濟活力呢 這個基本上是經濟學ABCDE來的 最簡單的原理來的 超強的本地消費和生產 沒有可能的 生錢不流入 經濟沒有活力 那些人的收入不夠 如果一個地方可以養活自己這個地方 那麼這個世界 全世界 沒有一個地方需要對外做生意 這件事是沒有可能的 香港過去的樓市 升了那麼久的原因 是因為有大量的資金融入 例如西方這一邊 不停來投資 因為覺得 可以做中國大陸的生意 所以就是打算在香港做據點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熱錢流入香港 因為香港是租界 覺得這個地方似熱 安全 比中國大陸更好 成為了小金庫 所以中國大陸 貪官 或者是有錢人 把錢全部放在香港 使得香港 香港的資產 是瘋狂膨脹 所以使得 香港這個地方 樓市的赤價 成為了世界冠軍 原因就是因為有資金流入 當現在的資金 斷定了不會投資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不會投入 這裏的資產市場 這裏的資產市場 不能上升 連帶 其他行業 因為香港主要就是做這個行業 整個行業就快要崩盤 所有人的財富 是下跌 財富效應 大幅下降 收入沒有增加 沒有辦法刺激來稅 大家有錢就要禁走 所以大家記得禁走那些錢 禁走那些錢 其實要死得快一點 你又安全一點 所以沒有什麼藉口不做 不要說那麼多 立即上網吧 看看飛機票多少錢 什麼時候有空 預備飛過去 你要準備幾件事 你要準備一個 是英國的通訊地址 真的要收信 第二 你要有英國電話卡 你可以買的 超級市場已經可以買的了 這張卡其實是免費的 電信公司 你預早上網按照 會寄給你 整件事其實叫做超級簡單 這個雙重得益 香港 有事發生 你就安全 保住資金在避難所 不是在有風險的地方 第二 香港如果 更加多人 這樣做 其實香港 是一定很快就玩完了 人才外逃 帶著大量的錢離開 為甚麼香港死 都不讓你拿回NPF 就是因為如果你真的 集體 去拿走那些錢 其實他會頂不住 所以 特別是持有BNO的人 不要懶惰了 逐領回你的BNO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人拿著BNO 沒有逐領 首先換一本新BNO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話題要說